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燕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由中宣部 教育部指导的 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 《放飞梦想》青春校园歌会 日前在天津大学举办 活动将天津大学作为歌会的主会场 浙江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西华大学作为歌会的分会场 以形成东南西北高校联动的声况 四所高校的师生通过校园歌曲演唱 契乐演奏 才艺展示 原创歌舞等多种方式 进行隔空拉歌互动 展示了当代大学生彭博向上的风采 和青春宝国的新生 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昂扬旋律中 《放飞梦想》青春校园歌会拉开帷幕 本次歌会需牢记时代使命 唱响青春旋律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 继2018年青华大学青春歌会 复旋大学青春歌会之后 再一次吹响的青春集结号 《少年游》 《时光回》《不说再见》《知了行了》等共九首征集 临选的第二批优秀原创校园歌曲亮相歌会 《全国首唱》 其中 青华大学的余胜素涵和来自北大的宋喜三人 共同演唱的《少年游》是一首来自水沐青华的原创校园歌曲 2018年的毕业季 青华大学土木系的余胜写下了这首《少年游》 当时我就坐在宿舍的阳台上 想着这个过去四年的时光 然后感觉像是少年出来闯荡一番 少年出来游历一番 所以想到了《少年游》这个歌名 其实游字有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代表我们在学校的游历 这样四年的时光 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说我们毕业了 我们要有利社会 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 余胜既是这首歌的作曲者 同时也是作词人 在完成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后 余胜邀请了很多青华北大的同学 一起拍摄了MV 青华北大一起牵手 一同毕业 我们青北 我们一起互相了解 互相熟悉 然后携手一起毕业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中国好声音学员 青华大学的博士生素涵 是这首歌的监制 同时他也参与了MV的拍摄 我其实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时候 它还没有任何成品的样子 它只是一个Demo 但是首先我觉得它的旋律 是比较朗朗上口的 但是更加吸引我的 其实是歌词 当我看到歌词里边 有很多都是青华学生 每天去看到的景物 还是很感伤的一首歌 然后在感伤中 又充满了一种力量感 和对未来的期待和笑容 歌会现场 少年游的不舍眷恋 时光回的最美全家福 大学生军训之歌的铿锵有力 九首原创校园歌曲 唱出了新时代青年 学习追梦奋斗的家国情 此外天津大学原创歌曲 《海棠花开》 用悠扬的旋律演绎了青春故事 这是一首由天津大学的老师 根据校园生活 进行创作的校园歌曲 这首歌词是由我们学校 建工学院的 令吉健教授来作词的 歌词就是描述了 天大一百多年来 各个学科的专家和学者 在祖国的各项事业里面 取得了突出成就 回想过往 想起自己青春年少 在学校里面度过的 美好的青春时光 非常怀念的这种情感 我现在是天津大学的 一名青年教师 我从本科到博士期间 都是在天津大学就读的 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 这首歌曲的创作 也是有感而发 歌曲《海棠花开》 创作于2010年12月 甘林老师在作曲过程中 融入了自己学生时代的 海棠情组 也包含着 作为一名教师的教育情怀 我们天津大学也是刚刚 海棠节这个活动刚刚过去 也是吸引了校外的很多的游客 来参观 海棠花也是我们天津大学 最有代表性的花朵 也是和青春的气息 紧密相关吧 这个春天是我们大四同学 在天津大度过的 最后一个海棠节了 每次听到这首 《海棠花开》的日子 都能想起这四年来 我们努力奋斗 畅想未来的日子 本场歌会由激情旋律 追梦青春 告白祖国 三个篇章构成 在告白祖国环节中 全国数百所大学 上万名学生 还以青春宣言告白祖国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真情表白 点燃了观众热情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我当时就感觉 就是有一种想要 我想要努力为祖国奉献 会让我特别有热血 和热情的感觉 此外 余淑珍 关木村 平安等歌手 也来到歌会现场 为高校学子真情献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多情的土地》 《我爱你中国》等歌曲 表达青春向上的态度 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积极向上 能够鼓舞人的 希望年轻的孩子们 能够珍惜现在美好的 大好的时光 能够很好地学习 增加各方面的学识修养 还有人品的修炼 能够将来能够成为 国家的动良之才 青春就是一个人的最好的年华 现在的大学上 我们的年轻人要很好的 把握自己的方向 放飞自己 更好的来发挥自己的 青春的作用 除了歌曲演唱 本次歌会还特别设立了访谈环节 当代作家画家 天津大学教授冯继才 第2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天津大学教授齐俊彤 深海机器人海燕团队代表 港中澳大桥设计团队代表等 天津大学师生代表 也来到录制现场 分享他们的校园记忆和奋斗历程 我是一个跨时代的人 我的文学的创作跟改革开放同步 同学们上小学的时候 读过那个《挑香工》 是我1981年写的 我的人生里边有一个体验 我想告诉大家 一个人必须有大爱 所谓大爱就是爱国 爱河山 爱我们的人民 这也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的 珍贵的精神遗产 此次歌会除了天津大学主会场之外 还设立了浙江大学 西华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三个分会场 东西南北 全国百所高校 隔空拉歌互动 歌曲接力PK 三个分会场取景地各具学校特色 其中中国海洋大学的录制场地 选在东方红二号科考船上 既展现出海洋大学的办学特色 也展现出我国海洋强国的综合实力 和建设海洋大国的宏伟愿景 今天在这个东方红二号上呢 也汇聚了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 海洋高校的同学们 那我也非常幸运 能够作为其中的一员 来参加这次比较伟大 比较宏大的这么一次演出 其实这次活动更坚定了我 将用我的青春 去为祖国的海洋强国梦想 去奉献出自己的力量的这么一个信念 据悉 《放飞梦想天津大学青春歌会》 将于5月4号 在中国教育电视台 和多家卫视平台播出 同时 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 也在持续征集中 期待优秀词曲创作者 踊跃参与 积极投稿 无论是高校师生 根据校园生活进行的创作 还是已经走向社会的学子 追忆校园时光而谱写的歌曲 都反映了当下青年的风采和新生 也希望这些充满青春气息的 校园歌曲 能够燃起青年一代 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成为激励他们 拼搏奋进的动力之音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文化十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 与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 这些顺元本会议中有机会 在家里边 原来 在家里边